支持者欢山雷洞 迎接赢得国会大选胜利的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上台发表胜选演说 在葡萄牙国会230席中 执政的社会党拿下过半数的117席 中间偏右的最大在野党 社会民主党获得71席次 即右派政党Chiga则是一军突起 斩获12席次 首度成为国会第三大党 葡萄牙国会这一次之所以提前改选 是因为少数执政的社会党政府 提出的预算案 在去年11月在国会遭到否决 执政党这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代表能够稳定执政 带领国家走出疫情和解决经济问题 葡萄牙向欧盟申请的166亿欧元 相当于187亿美元的疫情纾困 包裹也渴望因为政治稳定 让取得纾困的难度降低 欢迎新闻大家的林总好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